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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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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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这个地方奉赐就是皇帝 古代这个寺是直接属皇帝馆的 不是在宰相下面 这个我们敬老和尚在认识佛教 就说明得很清楚 后来他又到中南山 中南山是现在的陕西 陕西省 中南山自相寺 以冤法师为吕 这个冤法师 在这个高僧传 这边这个浅述他有一个注觉 就是他后来到中南山自相寺 跟一位解形相高层推养的烟法师做伴 这里这个注觉也不太清楚这个烟法师 他这边是讲高僧传语 他可能是出自于高僧传语 在高僧传在高僧传里面有记载这个烟法师 在网路上我是看到宋朝北宋 一个中烟法师 如果要进一步知道这个相关资料可以查高僧传 二十八年不设四地 这个二十八年这个时间相当的长 到中南山自相寺跟这个烟法师做伴侣 就是同参道友同住了二十八年 这个二十八年这个世俗的事情从来没有过问 可见得他这个跟烟法师两个 这个二十八年总是在佛法当中 去切磋琢磨去深入 所以不问这些事件事件 那么下面就是讲到这个公案的主题了 前面这一段就是先介绍 这个自政法师 他是唐朝时代 后来担任了圣光寺 仁寿寺 又到这个中南山自相寺跟烟法师 做同参道友二十八年 从来不问世事 就是这个一段就是介绍 这个自政法师 他的经历 他的行语 地职自宪职 这个自政法师 他有个地址叫自宪师 秉承他的教语 就是福成法教 福就是说 接受了 接受他的教导 拜他为师跟他学习 正凡有著作 这个自政法师 他凡是有著作 这个著作这里没有明确写什么著作 那我们应该也都能够理解 那总之不离佛经 佛教的经论 读解经典 读解论 读解论 总不出这个经历论三藏 所以自政法师他凡是有著作 他要写一些东西 我们现在讲有一些 以路 开示 这一类都是 端座思维 端座思维 那么他就这个端座思维 古代的人他都有成定功夫 端座思维 这个是讲自政法师 他要写他的著作 那么都必须要端座思维 献子笔立诗 这个自献诗 他就拿笔在旁边 帮他记录 他这个工作就是 我们现在讲的密书 文书这一类的 他讲出来 他念了一段 然后他笔写下来 所以随出随出 他随时说出来 他随时就把它记录下来 那这个是要很专心 而且速度要很快 讲话速度比较快 你写比较慢 那古人讲不会像现在人 讲话那么快 像吉官腔一样 古人有这个修养功夫的人 他讲的话都很缓慢 讲话很缓慢 就是说他心平气和在讲话 如果讲话很快 就是代表很急躁 心浮气躁 那这个自宪法师他也不容易 你看雷仔 雷仔就很多年了 初不试作 初就是刚开始的时候 也没有 说那你坐下来 坐下来写 那就站着 站着写 在旁边 这事后 一律足疼心懵 不觉铺地 一律就是有一天 突然站着脚疼 心闷了 哭倒在地上 那么我们一般的常情 那就是说 你身体不舒服吗 你为什么会逃下去呢 总之 这个做师傅也会这么问 这个是一般平常的 一定是这样的 但是这个自宪法师 他却不是说 你哪里不舒服啊 怎么会突然扑倒在地呢 他不但没有 去问他 哪里不舒服 去关心他 去关怀他呢 那反而 苛者啊 正苛者也啊 你自宗法师还给他赫赐 还给他准备 那这个 我们一般人听起来 这个好像不近人情啊 他也不是故意的啊 他就是脚痛啊 心懵啊 所以扑倒在地啊 他也是很用心在忌啊 我们一般一定 也会觉得说 这个自宪法师啊 这个 不通人情啊 习人翘足七日 如今财力 颠罪 心轻故也 自宗法师就 赤骂他啦 赤骂什么呢 说过去啊 久远 福沙佛时 赐交牟尼佛为外道先人 上雪山采药 见福沙佛 坐宝窟中 入否定放光明 见宜翻席 信静翘一角力 插手向佛一心而观 目未成寻 七日七月 善佛云 天上天下无如佛 十方世界亦无比 世界所有我境界 一切无有如佛者 游之超越九节 以九十一节中得成正觉 这个是从大智度论 第四件菩萨事论 揭露出来这一段 这是连子大师举出来的 习人翘足七日 就是讲这个公案 那个时候是释迦牟尼佛的前神 在福沙佛那个时候 释迦牟尼佛是外道先人 在雪山采药 看到这个福沙佛 都在宝窟当中 入这个否定放光明 看到非常欢喜 欢喜到呢 脚翘一支起来 就好像我们现在讲 今夕独立了 战了七天 插手一心观佛 插手就是合掌 目未成形 就是七天七夜 眼睛没有合起来 那就赞叹佛 这个 赞叹佛天上天下无如佛 这一首记 后来 他就超越九节 以九十一节当中 得逞圣学 那么这个是 自证法师 给他提出这个 经典上的 这个公案 他说 你看他 翘一支脚 站了七天 都没有倒下来 你才占多久 就 颠缀了 这什么原因呢 心轻固也 你这个心 轻忽 不 不郑重的缘故 你这个心 有松散了 轻忽了 所以你才会 倒下来 吉言如此 他这个严格 这么严格 那么下面是 莲子大师的赞叹 赞曰 扑地而有 苛者不以胜乎 依古人忘屈畏法 少事其妖 城门三辞 为主为过也 经坐而论道 尚有愿见者 师言道尊 必也久以悲福 这个莲子大师 他就赞叹 这一个 治政法师 他说 跌倒了还加以责吗 实在要求很严格 这个 就举出 古人为了求法 忘了身躯 古人真的 为了求法 他生命都可以不要 所以就举出 如二主神光大师 神光就是会渴 求法于达摩 达摩不理他 他在外面 雪地跪了三天三夜 血就积到腰部了 那达摩就不理他 这个讲出这个神光大师 这是二主慧可 后来叫做慧可 得到一般叫慧可 这次讲禅宗 出主 那真的是为法忘记 你看他那个 跪了三天还不理他 不理他 他就把借刀 手背砍断一支 来供养达摩 达摩看到这样 你何苦来呢 为什么要这么做呢 他说我心不安 这个这个 来求大师帮我安心 达摩说 好啊你心拿来我帮你安 后来 这个神光啊 秘心了不可 达摩就给他讲 一如安心见 他当下大扯大悟 一般就传给他 达摩就回印度去了 这个公案我们常常听 那这个真的古人 为了佛法 不惜生命 那你看我们前面那个公案 贤窗法师 为了求法到印度去 所以我们现在三十七年 那个法宝战 有一次我在天幕山唱了 真的想到那个 古代这些法师 交通不便 冒着九死一生 生命危险 到了印度去起经 我们今天才有这个经可以看可以读啊 古人那种求法的精神啊 那真的是 令人敬佩 那么这是讲佛家的 那么又下面有几句儒家 儒家呢也有这个 城门三尺 这个 一个姓渔的 一个信仰的 两个学人啊 初见 一川先生的时候 一川先生在里面啊 闭目养神 时当下雪 那个时候下雪 冲天啊 那两个人啊 站在门外等 不敢惊动 这个一川先生 醒来一看啊 这个门外那个雪已经 厚三尺了 所以这个 这两个人啊 那真正啊 去到那边啊 那雪到东西了 那这两则 尊师重道的榜样啊 还 差不多 金人坐着论道 这个 金人就现在人呢 联子大叔 当时那个明朝时代 现在人呢 大家坐着 来谈论这个道 还有感到厌见的 还有感到哎呀 很累啦 很疲劳啦 所以这个联子大师感叹啊 师言道尊 避也久以悲福啊 说哎呀 做师父的管教严格 求道的尊重从事 这些早就败坏了 实在可悲啊 这个 这个话是在明朝时代讲的 那现在就差得更远啦 这个 古人啊 这种求法的精神啊 是值得我们效法学习的 这个 这个也是佛法当中常讲啊 一分恭敬得一分利益 十分恭敬得十分利益 那如果对这个法没有 一点恭敬心啊 那这个 就得不到利益 过去我们 过去我们 看到这个 雪如老仁他的 讲话啦 他说以前他们那个时代的人 他是清朝末年邻国初年的人 他说他们学佛 学佛法是跪着求来的 是跪着求来的 现在你要把佛法 你要跪着给人家 以前你去求是跪着去求来的 现在你要这个佛法给人 你要跪着给人 人家不来求你要跪着给他 那这个是李老师讲的 现在你要跪着给他 跪着给他他要接受那也还不错 现在你跪着给他恐怕的不要 现在时代是这样 特别现在年轻一代 他没有那个概念 那我们从哪里看呢 你看 早年我们敬老和尚 在景美罚藏佛教图书馆 那时候 买了图书馆开始讲经 那每一年暑假也都办大专佛学奖座 那个时候啊 台湾这个大专宴校里面佛学社 第一个是台大承袭社 他带动 后来台中跟上 后来全台湾的各大学都有佛学社 包括天主教办的古墾大学都有 那时候学生很厉害学佛啊 现在呢我问那个李教授 我说现在 宏甲还有没有佛学生 他说现在都没有啊 全台湾大学现在都通通收起来了 那这个告诉我们啊 现在大学生啊 不学佛 现在你要柜子送给他 他都不要 所以李老师那个时候说 柜子送人啊 人家还会要 会接受 现在你柜子送给他 他都不要 像这样我们做了很多华宝 华藏做很多华宝 比如送过去人家不要 所以那个你也就没办法了 就帮不上忙了 因为他不认识法 当然他也不会去尊重这个法 那现在 现在这个听经啊 方便啊 德力科技啊 你看现在有 早期有录音带 录影带 VCD DVD 又发展到现在的波晶机 电脑网路 卫星电视 那是 非常非常方便 你随时 可以 听到这些佛法 但是 关键啊 人接不接受 他重不重视 他如果不重视 不接受 能结个言就算很好 有的人他 连结结言他都不要了 这个就没办法了 所以现在听经 能够到现场来听经的比较少数 还有 毕竟年纪 大的比较多 年轻的比较少 一两个 现在听经的风气 跟以前大不相同 因为现在网路太方便了 他不用跑那么远 以前在我那个时代 我记得 我们老上在台北 还没有买图书馆 到一直买图书馆 一直到出家 这个当兵两年 没有去听经 其他的时间 老上在哪里讲 我都去听 以前都骑机车 那个时候买了景美华藏图书馆 那固定一个奖金的场所 就是每一天我工作回家 下班赶快洗澡 吃过饭 那就骑着机车就去了 刚好赶七点半 去听经 风雨无阻 风雨无阻 所以我这样 去听经 我们每一次开同学会 小学的同学会 吃饭的时候 他们就 给我开示 他说 你信佛我们不反对 但是不要太迷 你不要迷到这个样子 天天去听经 你也不去交个女朋友 他说 劝我不要迷 不要迷得太深 所以那个时候 我们去听经 就是这样的一个态度 真的是风雨无阻 夏天骑机车就比较凉快一点 但冬天就很冷了 有时候夏雨你要 劈个雨衣 就是跑到景美去听经 那这个时候 哎呀 这个很难得 有这个经可以听 所以 那现在呢 现在的年轻人 恐怕就 很难 你送到他面前 他都不愿意听 有少数 一两个有善根的 他会来听 大多数 就少 所以以前在景美那个时候 年轻人学我还很多 因为大专佛学社嘛 所以好像前年啊 那个东山高中 他们也办了一个活动 以前就是 他们那边办也是 大专讲座 以前都是年轻人 老师啊 去听课 那个时候办啊 我看都是老的 五六十六七十的 也都是我们这个年纪的人去 年轻人没有 所以这个 这个法呢 后面的人越来越不重视 那么我们听了这个公案啊 也是让我们学习说 对这个法呢 你有一分恭敬得一分利益 十分恭敬得十分利益 我们就是我们的心态 我们得到佛法利益的多少 关键我们 对这个法恭敬的态度 成一个正比例 那像这个自正法师 去要求这个自宪法师啊 这个在现在这个时代 也没办法 现在这个时代啊 如果这样要求啊 这个 那就 跟人结焉丑了 他根本也做不到这个 所以过去我们敬老和尚也常讲嘛 这个 他去早年年轻出学佛 到台中联社啊 看李老师教学 有的学生啊有打有骂 有的学生很客气 他也觉得老师好像蛮不公平的 怎么对那一个 特别严格特别去要求 特别不客气 对其他的为什么那么客气 后来老师跟他讲啊 他才明白 他说有的人 你讲他他能接受 那你要帮助他 你不 他有一些错误啊 你不给他提醒啊 对不起他啦 有一些人 你讲他脸就红了 他就怀恨在心了 那你不能讲 跟他结冤丑 但是也不是说不理他啦 但是也不是说不理他啦 因为他现在也不能接受 你不能直接告诉跟他讲什么 你慢慢的旁敲特辑 然后慢慢让他自己去体会 所以对于有打有骂的学生啊 他这个他就不一样啦 知道他这个能接受 他不会有怨言 那就要帮助他 所以这个也是大学问啦 所以我早上也是有发一个给大家 那罚上卫是截录的 这个这个 小毛病啊 随顺他大毛病提醒他 这个老上讲这个 他在台中啊 看到老师教学的情况 那现在呢 对下一代的 年轻的学佛的 在家出家的 这个 更要放宽啦 没有办法 太严格的要求 但是我们总是看了之后啊 要知道啊 要提升自己 要靠自己啊 觉悟啦 这个别人啊 这个别人啊实在讲 也不好一直这个讲不好听的话 这个你跟他讲一些比较直白的话呢 那也不是一般的关系啦 你要一定要知道啊他能够接受啊 他不能接受啊 反而就结缘愁 这个也是做人处事之道啊 我们都要学习 那往后啊 更年轻一代 更不好教 这是必定的 大家可以去看 更不好教 所以这个原则啊 我们总是要掌握住 牢上讲的这一段啊 希望大家把它留下来作为座右银 这个常常提醒自己 那么我们现在呢 在这个时代 待人处事接物 教学要怎么做 现在学生你讲不得的 不但不能接受啊 他跟你顶嘴 那这个 他讲的比你大声啊 那这个 你能 就不能去 要求啦 要求就结缘愁 这个我们也要知道 往后 这个情况会更严重 我们也要知道 好 今天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 祝大家福慧增长 法喜充满 阿弥陀佛 未经许可,不得不得的